大家好,我是零芯仔積塵,好高興見到大家 實在久為了,經過一季的休息之後 e-ink weekly在2024年啟動了 開始今集內容之先,先問自家廣告 近期開箱和評測了iPhone專屬保護殼 V-ink C1,後蓋有一塊e-ink的面板 幻味十足,喜歡新事物的不妨去看看 如果你想輕鬆了解e-ink世界的精選新資訊 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定期收看e-ink weekly 如果你願意支持我繼續製作影片 歡迎Buy Me A Coffee 或者透過YouTube SuperFans去贊助我 我真正地感謝你 好,現在由我帶大家回顧過去兩週 向e-ink世界所發生的新鮮事物 影片 第一則是e-ink新品的介紹 大術科技計去年7月成功眾籌 推出了全球首款25.3吋 Kaleido III彩色 e-ink顯示器 Paperlite Color之後 市價大半年又朝朝地擴張這個系列 發佈了全球首款12吋Kaleido III彩色便攜式 e-ink顯示器 這一款同樣命名為Paperlite Color的新產品 特色之處是在於去過一塊12吋的Kaleido III顯示屏 擁有2K的超高解像度 2560x2600 以及適合觀看影片的16比10長寬比 還支援觸控操作 大上標榜它這款獨特的顯示器 是採用了它們自主開發的X-Color濾鏡算法 結合了Turbo Ink Screen的高刷新技術 保證了它們的高刷新率 以及幾乎可以忽略的殘影效果 另外它採用了類似Kindle Oasis的不對稱設計 有一邊會比另一邊來得厚 最薄處僅有5.3mm 整體重量亦僅有439克 外殼由鋁合金製成 Paperlite Color還內置了冷色前燈 即使在低光環境之下 都能夠確保顯示屏的均勻照明 保證了閱讀的舒適度 它的Type-C頭還支持系統智能手機 平板電腦和電腦有一個無縫連接 更加支持反向觸控 可以反向操作連接的裝置 這一款Paperlite Color 現在正在大上的東京自營旗艦點進行預售 售價是4999人民幣 在過去一年 大上在彩色E-ink顯示器上 其實是非常進取的 除了是首家推出了25.3吋的K3款之外 順帶一提,Big Me是第二名跟進的 更加是推出了一個All-in-one PC款 而今回大上推出了市場上 首款12吋彩色便攜式顯示器 這一款Paperlite Color的吸引點 在於它那個2K的超高解像度 不知道在顯示上 會不會來得有多精細呢 另外它還結合了早前大上推出的Link Link入面的功能,可以反向觸控和操作連接的裝置 亦為了這一款產品帶來多一點的新意 不知道大家對這一部 12吋彩色便攜式顯示器感興趣嗎? 覺得足夠吸引嗎?不妨留言和我分享一下 第二則,繼續是E-ink新聞的介紹 Pocketbook在2022年7月推出了7吋型號Era 時間接近兩年,剛剛宣布在2024年4月底 會推出全新的Pocketbook Era Color 這一款設備將會採用最新的彩色Caleido 3面板 Era Color的最大賣點當然是它的7吋彩色Caleido 3顯示屏 可以顯示4096色,黑白的解像度是1264x1660 是300ppi的 而彩色的解像度是632x840,150ppi 而處理器亦由上代Era的雙核1.0GHz 升級度是4核1.8GHz 雖然繼續是1GB RAM 但ROM增加了一倍,由16GB提升至32GB 電池用量由1700毫安提升至2500毫安 而重量卻只是由原本的228克 略增重至235克 而上一代本身配備有的Smart Light 閱讀燈 藍牙、揚聲器、重量感應器 以及IPX8的防塑溪格等等 今代是繼續保持的 Era Color 沿襲了 Pocketbook 一系列的功能 包括有聲書的支持 文字轉語音功能 亦都支持多種電子書的格式 當然亦都包括了它的招牌 可以直讀DRM的 EPUB和PDF檔 兼知屏幕的右側設有翻頁的按鍵 方便用戶是一手持握電子閱讀器 同時亦都能夠很方便地翻頁 作為現時市面上 是少數配備實體翻頁鍵的 7吋彩色E-ink 閱讀器來說 Pocketbook 為閱讀器按耗者 提供了多一個選擇 這款Era Color 預計的定價是259.99美元 當 Pocketbook 正式發售的時候 我會再為大家介紹 Pocketbook 其實在過去一年半的時間 一直都很穩定地發展 以及升級它原本的一眾型號 我的印象就是 每天一會 我就會有一篇關於 Pocketbook 的報導 它們不是主打硬件的 但有它們自家的特色 又有它們自家的書籍 在歐美亦都有穩定的支持者 亞洲相對少一點 今次這部Era Color 配備實體鍵 又支持直讀 DRM 書檔 對集中閱讀 又喜歡有實體翻頁鍵的閱讀器按耗者來說 或者真是一個可考慮的選擇 不過遺憾之處就是 它只有1GB RAM 以現在24年的標準來說 我估計在運行和載入的時候 可能就會不太順暢了 今回最後一則是Eeng新聞 日立公司和原態科技聯手 在日立的Omega工廠裏面 推動數位化轉型和無子化作業 引入了Linfinite Japan 它開發的彩色電子紙筆基本 以提高作業效率和品質管理效能 這個舉措不單只是展示了電子紙 在製造業應用的前瞻性 亦為Omega工廠的品質保證作業 帶來了一個改善 首先這部Eelux配備了一塊 13.3吋Eeng Kaleido III 彩色電子物水平 這種軟性且耐用的螢幕 不單只是提供了與傳統紙張相似的書寫體驗 還擁有出色的戶外可視性 使它成為了現場作業的一個理想選擇 能夠用筆書寫的支援 進一步增強了這款電子筆基本的實用性 工作人員可以直接在PDF的表單上填寫資料 這個對於需要檢查及記錄大量數據的品質保證工作來說 是非常重要的 此外,Eelux內建的NFC讀取器 允許與NFC標籤進行無縫對接 通過Linfinite他們提供的數位紙張控制伺服器軟件 實現了雲端及廠區系統的整合 這個意味著 從上層系統到多台電子筆記本之間 可以進行一個文件的一件分化 收集和查閱 從而實現一個更加高效的數據管理 以及進度的控制 唯有加強資料的安全 Eelux系統加入了多項安全的功能 包括數據加密 員工證件的登入 設備鎖定及遠端重置等等 以確保合規性及防止資料被散改 而元泰科技那邊對這次與日立公司的合作 其實亦表示期待 因為他們認為這款電子紙筆記本專用的印體 是會有助於在這個工廠的現場 減少紙張的耗用 以及能夠提升對方的營運效率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另外,Linfinite這部13.3吋彩機 其實就是Moin Pro EC的原型機 我會發現當元泰科技與其他公司合作時 是會為對方開發專用的印體及系統的 上一次就是愛歐集團 今次輪到一粒 看來他們也評估到 這部13.3吋彩色裝置 如果是作為閱讀器 市場上的需求其實不太大 一來大尺寸就不變愧,二來價格也相當驚人 反而在商用市場上更加具潛力 亦更加容易讓使用者去接受 其實不接受也要接受,對不對? 因為若公司力推的話 員工唯一能做的就是學習如何用 由於富士通行去年已經表示 不會開發後續13.3吋的K3產品 不知道除了讀物之外 還有沒有廠商願意用這部的OEM 來推出閱讀器,或者電子支平板呢? 嗯 今集Eink Weekly的內容就站過一段落了 由於YouTube的演算法越來越嚴苛 如果你喜歡的話,請記得讚好這段影片 才能夠讓更多人有機會看到它 如果你想定期了解Eink世界所發生的事物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很期待是一萬訂閱,可以一個離程碑 而我和香港文石有長期的合作 如果你人在香港,想購買文石的產品的話 可以透過我的專屬連結 去進入網站 結帳的時候就會自動有九五折的優惠 如果你或者你的親朋戚友 需要購買電子閱讀器或者相關配件的話 可以去我經營的網店 eReader Pro那裏去看一看 近期Dudru類子網正進行全線推廣優惠 包括文石和iPad重型號 如果你已經厭倦了是太滑的寫感 鼓勵你不妨試一試這張Dudru模 你會感受到何謂大不同 所有有關的資料我都會在description那裏列出 感謝你的觀看 今天的內容就到這裏了 我是職塵 下期Eink Weekly見,拜拜 拜拜